大家好 我是文睿 今天是1月7号 最近看整个这个世界 包括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 颇有感慨 就是感觉刚刚7天左右的时间 整个这个事情发生太多太多了 2024年 今天我要谈的并不是说 全世界其他国家发生的事 主要集中在中国 主要集中在这个中南海 中共围绕中共发生的这个很多事情 他对于整个中共 包括对习近平本人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习近平 哪怕是他自己不加速 他不加速 那么整个这个局势 也在不断的他自己在加速 因为习近平这些年折腾 很多这个恶果 现在都在快速的不断的这个显现出来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整个这个状况 我就谈集中谈五件事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整个这个状况 包括他最后对这个体制的这个冲击 首先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我看到美国之音有一个报道 他题目是这么说的 又以闷雷诈响 财富象征中职系 在北京申请破产清算 这个事情其实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个中职系不行了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他对于整个中国的经济 特别是金融系统的冲击 对一些高净值人群的这种影响 还是会非常非常巨大的 整个这个雪崩的这个效应 就要这个开始了 就是说谈到中职系 他掌握的这个财富 我看到很多人都提到一个数据 是3.6万亿 这个数据是相当巨大的 但是呢 好像说出来 很多人也没有感觉了 就包括谈到碧桂玩将近2万亿 包括恒大2.5万亿左右等等 大家就已经没有感觉了 对吧 就因为中国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那么这个事情一旦发生以后 他这个钱啊 到底是怎么分配的 咱也说不清楚 但是他这个冲击和影响会很大 会使很多金融系统连带的被影响 对吧 就是一种雪崩效应 很多这个高净值人群 可能是雪本无归啊 那真的是反贫的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凄惨的 一个这个情景 那么这个事情的背后是什么呢 就是中共他控制不住了 对吧 很多人对中共 对于中国政府 他有一种迷之自信 就总觉得啊 这情况啊 不是你小小的文睿 能够看得清楚的 对不对 中国政府啊 一定有办法 习近平一定能想出对策啊 很快就能解决 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 其实现实并非如此 他真的那么有本事 他就不会去抓雪崖 他真的那么有本事 这个终植器这么大的规模 他也不可能就是这么快 就是也不能说这么快了 反正就申请这个破产清算 对 也就是说背后就是整个中共 他控制不住了 这个局面的就会快速的 朝着负面的这个方向发展 这个是呢 我想说的这个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 中植器这个事情是1月5号发生的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彭博社 1月6号 他引述这个知情人士的消息 说什么呢 说美国情报显示 中国产劣质导弹 以及核心军备质量不过关 引发中共清洗军队 他这个事情呢 就主要是两方面消息 一是中共内部太腐败 触目惊心 一会儿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第二就是因此习近平大怒震怒 要清洗军队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因为这个腐败的问题 军备质量不行的问题 清洗军队 这个不好说 但是呢 他这个军备质量确实是问题非常大 这里面他这个报道给了两个 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导弹中装的是水 而不是燃料 为啥呢 对吧 这个燃料应该挺贵 他把这燃料 买燃料的钱放到自己兜里了 不知道是谁 反正是这么做了 然后就是放一些水 互动一下习近平 然后包括这里面还有什么呢 中国西部大片导弹发射井的盖子 无法有效发射导弹 你就看看这个状况吧 整个这个军队腐败到什么程度 就在中国社会很多事情严重 就是唯一说什么 很多人说 你这标题党 你这说的太严重 能有那么那么差吗 对不对 你们很多人吧 真的是很 就是过多低估了中共的邪恶 和他们这个腐败混乱的这个状况 我甚至觉得 我很多时候的一些分析 可能都没有把中共真正的 那个状态揭持出来 那个真相要出来的时候 肯定是很多人会震惊的相当的 怎么会这样 大家肯定是这种感受 对吧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 对不对 你往导弹中装水 这你能想象出来吗 是不是 当燃料 是吧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他对习近平本人的冲击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冲击 对吧 第一 习近平你当军委主席 已经当了十多年了 是吧 你说你不论处理谁 你处理李尚福 还是处理威风 处理谁 对不对 其实最主要的责任人 不是在你吗 这不就显示出你很无能吗 对不对 你一直在反腐 是不是 又是拍苍阳 又是打老虎的 对不对 怎么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吧 而且很多人都是你的亲信 是不是 职业的责任人 不就是在你习近平本人吗 就是你的颜面何在 你的权威何在 是吧 你的能力 不就是这样的水平吗 对吧 那谁还服你 对不对 这就是对习近平第一个冲击 第二冲击就是什么 习近平现在心心念念的 想拿下台湾 是不是 结果一看到整个中国军中的 这个状况 对吧 导弹里状况都是水 你说他有什么信心呢 去打台湾 对不对 就整个中国军队的这个实际情况 不要说我不清楚了 可能习近平自己也没有底了 谁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因为到处都是蛀虫 这些人已经把这个军队已经腐败的 就是不成样子了 那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想象 他们那些武器都是一些 这个破铜烂铁 对不对 一推出来 没准就散架子了 都是一些道具 你就可以这么讲了 你看我这么说 很多人 很多小五毛 就是很多这个 所谓的爱国行政就不高兴了 说你这说的太夸张 他其实他就是那个样子 是不是 那习近平他整个什么 这个所谓的千古一地的这个梦想 不就破灭了吗 那他心里得多气愤呢 是不是 那他反过来 不就得拿这个军队这些人 那个出气吗 那他和军队的这个矛盾 不就要加深了吗 加深以后呢 不就继续加速吗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 这是第二个事情 第三个事情 因为前两天我提到了 就是这个第一财经 继续冲塔的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吧 你怎么描述他都不为过 你知道吗 因为他胆子太大了 就在前两天 对不对 财经 就是这个财新 社论已经冲塔一次了 对不对 那你这会儿 刚过去几天 第一财经又这么做 谁给你的胆子 背后的势力有多大 到底是什么人在支撑你 对不对 你是冰山的一角 那个冰山是谁 对吧 背后的势力 跟习近平 在进行怎样的较量 这都给大家很大的 这个想象的这个余地 是不是 这是一三件事情 然后就是第四件事情 就是前两天 袁鸿冰先生 这个爆料 爆料就整个 这个太子党 大规模的 这个集结 反对这个习近平 以这个流言为中心 是这样的一个消息 当然这个消息 很多人说是假的 或者是很多人不相信 但是中南海这个事情 谁能说的清楚呢 是不是 但是这个可能性 已经是非常大了 人流言 他们像我前两天说的 人家就不说别的 对吧 我们就是 这个拿着邓小平那套 给我改革开放 是不是 我们就说 我们支持改革开放 我们希望中国是这样的一个 走这样的一个路径 对吧 一方面打脸习近平 习近平也说不出来什么 你不能因为这个事 就把人全都抓起来 而且他们不是一般的人 不是青刚 是不是 你把这些人都抓起来 你这个中共体制不就完了吗 所以说 这些人不断的这样的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去做人聚集的越来越多 他就真正能实实在在的 对习近平的统治 对习近平的权力 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和伤害 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而且就算这个消息 他出来 他还能起到一个效果 就是挑拨离间 是不是 就算这个事情没有过 他也能够让体制内 习近平 你看他现在 对吧 就是非常战战惊 他很害怕 一看到这个消息 他可能真就会怀疑 那就会使这个局势 体制内打起来 对不对 总之体制内打起来 这是我们一般老百姓 希望看到的这个事情 然后就是最近这两天 还有消息 就是军队 就是说这个许其亮 要被查 这个消息也被爆出爆出来 包括说张务霞 跟这个习近平关系也不好 处于这个摊牌的这个情况 这些事情 虽然你不能就证实 它确实是发生 但是它都不是空穴来风 它都有它的这种可能性在 对吧 那你说 跟这样的大军头 一个是现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一个是前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那你这种冲击和影响 会对这个体制产生多大的这种震动 包括对习近平本人的权力 产生多大的震动 这都是很难估量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七天 刚刚七天 现在我看到了 奇件事 奇件事 对吧 经济方面的 军事方面的 腐败方面的 媒体方面的 对对 太子党方面的 也就是说 整个中共 它真正进入到了多事之秋 那么未来会怎么发展 咱们一点点看 整体这集 咱们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见